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小時候都聽過 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 我們都知道蘋果對於健康問題 功效非常之顯著 但最新的研究 發現蘋果不單止對我們普遍 好像一般的健康問題 尤其是對於腦部 腦退化問題 更加有很顯著的功效 元醫生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經常都聽過很多說法 但是這些說法 很少有機會聽到背後有什麼研究 真正研究 只不過是一種觀察 水果水果水果會好 其實很多人 有時遇到一些很嚴重的病人 來找我們 多數都是走投無路癌症 但他們很多時候會質疑我們 到底他們覺得 為何我們自然醫療沒有被廣泛應用呢 他們就想著 因為你們沒有科學研究過 其實真的不是這回事 其實如果你說自然藥物工具 草藥之類的科研的研究 是多於藥物的研究 是多很多很多的 因為始終自然界的工具 草藥、水果、蔬菜 當然是品準這麼多 有很多機會給研究人員做這些科研的 相反藥廠的藥是很少的 當然是他不斷地鑽研 但說實際上 在醫學文獻上 很多很多是有關自然醫療的工具 科學的基礎 當然沒有什麼人 主流傳媒很少講這些資料給他聽 要不然我們這個網台 都不會這麼多人收聽 沒錯 這些資料是不太容易得到的 好了 食蘋果大家都知道好 但最重要我要了解 是蘋果不是 某一部分是更重要的 即是很重要才要怎樣吃 但是很多人 習慣都是喜歡披掉皮 是吧 第一 皮可能覺得味道不好 也覺得皮裡面有很多農藥 很多基因因素 很多人習慣把蘋果皮批掉 但問題是 其實最有效的 最有益的成分 就是皮那裡 很多都是 西瓜也是 西瓜最有益的成分 就是白色的部分 很多人一看到白 就咬都不咬 其實是白色的 健康的成分是最高的 食產也是 是的 那些人就裝了剝皮 剝皮 還有那些白色的絲 都要有另一個剝走 其實白色的部分 是最有營養價值的 蘋果當然也是 當然有些食物 水果的皮 是吃不到的 很硬的 但是也是 盡量在接近皮的部分 盡量不要批走 那裡通常在接近皮的部分 是越多營養價值的 蘋果方面 最重要是皮 我們知道蘋果已經發現 是補腦的 補腦的 合途補腦 大家都可以接受 樣子好像老的 原來蘋果也是補腦的 他發現最近的研究 發現有些人每天吃兩三隻蘋果 一天 不是一隻 兩三隻蘋果 可以阻擋老人痴外症 蘋果裏面有一個抗氧化劑的成分 就叫做 補腦的洋蔥素 這些洋蔥素 是真正正的 保護我們的腦袋 對抗這些 氧化的壓力 這些氧化壓力 通常這些 游離子 在我們的腦袋 那些腦細胞 是打很多孔洞的 令到我們的腦 傷害我們的腦 我們通常要吃的時候 發現 如果你是吃新鮮的蘋果 它那個洋蔥素的成分 是越高的 所以 蘋果的好處是 因為它很容易有 很多人都很容易吃得到 但當然 有些人習慣吃蘋果 就批評 已經減低了重要的成分 有些人說 喝蘋果汁可以嗎 有些人就吃蘋果汁 吃蘋果派 當然 蘋果汁都很多用 蘋果派 都是很常見的食物 但記住 在這些食物處理過之後 它雖然仍然有洋蔥素 但當然 成分是大大減低了 除了這個 這次講的簡單的蘋果 其實在荷蘭 有一批研究人員 做了十年健康的分析 牽涉的人 是差不多二萬人 平均年齡41歲 發現 如果他們吃很多水果和蔬菜 例如蘋果、梨等 就算是白肉的 會減低中風的風險 差不多是減低50%以上 這個研究裡面提到 除了吃水果、蘋果等 亦都說吃一些蔬菜 那是哪種類型的蔬菜呢 其他的蔬菜 譬如我們常見的 椰菜花、葡萄花、黃瓜、橘子 有一種叫做 蔬菜花、蔬菜花、蔬菜花 通常不是那麼多 是谷具 當然香蕉 這些都有幫助 但當然我們常常知道 不同顏色的水果蔬菜 是有不同的功效的 所以我們常常都說 多吃一點蔬菜水果 是很好 其實真的有科學根據 不是就這樣 老心常談 就是那些叫做 歐威風 其實是很多很多科研的 是 所以希望大家 在這方面 多些利用天然的食物 來保障我們的腦袋 蘋果是一個最容易找到 成年都可以賣 香港不會有時間沒有蘋果賣 記住洗到蘋果皮 我們健康電很多這些簡單的 是專門洗蔬菜 水果皮 浸洗後 連皮吃完 效果會更加更加好的 是的 有一次證明了 所以在自然醫療裡面 用的工具 不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只不過是很多時候 未必被人去刊登 或者是公開講出來 正如如醫生所說的 如果個個都知道 我們這個漁網台 又不需要再特別提提大家 所以大家以後記住 在自然醫療裡面 其實一直都會有這些科學研究 有那個成功 就是那個數據 那些資料在這裡 還有今天提了 一些水果 集中蘋果連皮吃 就可以把這個 老人痴癌症 這個腦退化 就可以擊退它 希望大家每天都多多吃蘋果 記緊要連皮一起吃才有效 今天我也多謝 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議員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x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瑜理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三天 拜拜